卡米拉实在拿不出手 果眼上有凯特王妃出面 网友 知日可待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卡米拉实在拿不出手 果眼上有凯特王妃出面 网友 知日可待 对于英国的王室来说 我们大家都是到目前还是英国女王在位 而对于之后的继承人就是查尔斯王子 威廉王子 还有乔治王子的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查尔斯王子是威廉王子的父亲 并且按理来说其实对于一些接待重量级外来宾的时候都是需要第一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夫妇来进行招待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好像完全是相反的 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来宾 好像是由凯特王妃直接出面的 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在一些国家中都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了 这也就间接的说明 好像他未来的地位已经坐实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接待的人好像基本上就是某国的领导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国王 而在近期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凯特王妃 他带着珍珠类的皇冠接待了荷兰国王的夫妇 要知道珍珠类王冠 曾经是英国女王所佩戴的珠宝 而这一次却换成了凯特王妃 自然而然对于他未来的地位 有很多网友表示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其实相对于凯特王妃来说 他各方面都是比较出众的 他从小就是接受着非常好的教育 无论是在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国家的规矩上 都有着自己非常好的执行力 相对于查尔斯王子的妻子卡米拉 好像就有些拿不出手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卡米拉王妃并不是威廉王子的生母 她是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 而对于戴安娜王妃来说 好像他们三个人之间有着不可言喻的关系 其实对于凯特王妃来说 她不仅仅是在本国接待其他国家的重要人物 同样她也会跟随着威廉王子出席其他的国家 而对于她来讲 她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代表着英国的王室 而她在这一次出席挪威王室国宴的时候 就身穿着白色的裙子 而对于领口上的那些小点缀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她是十分优雅地拿起了酒杯向挪威国王敬酒 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位王妃 真的是英国王室的一个门面担当了